衡量保险股股值高或低,证券界都会惯常使用股价对比每股内涵价值PF PF是用作了解保险公司股值的重要参考指标,所以必须得适该内涵价值 内涵价值又称内涵价值,是假设保险公司此刻停止接受新保单 当全部够保单完结,并进行清盘,保险公司给予股东的剩余价值 内涵价值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有效业务价值,即未来利润的现值 第二部分是调整后证资产价值 这两部分涉及繁复计算,幸好保险公司都会在业绩报告内列出内涵价值数字 是看新华保险01336内涵价值的构成 因此,这类只会讨论如何运用PF对保险公司作出估值 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五里言称 保险股每股内涵价值普遍低于股价 各保险股的长期低水幅度各有不同 不能简单比较两只保险股PF 松而判断保险股的股值的平滑贵 中国人受02628每股内涵价值42.56元人民币 股价6月15日收市价12.64港元PF为0.25倍 中国泰保02601每股内涵价值为51.8元人民币 股价6月15日收市价18.22港元PF为3倍 中国人受的投资价值较佳吗 五里言认为每股内涵价值大幅低于股价 不代表抵买情况就似市盈率 并不是越低就越低 因此建议利用两个维度衡量保险股是否值得吸纳 第一个维度是观察各别保险股历史平均PF倍数 然后再看现时股价是处于平均值的上方或下方 若处于平均值的下方 股份现价股值有机会是减便宜的机会 这个时候需要用第二个维度去评估 第二个维度是包括保险公司的新保费收入 及新业务价值增幅 及新业务价值率 如果这些数据于过去一段时间情向上趋势 PF又处于低水平 那么投资价值就会较高 此外 投资者也要关注保险公司的投资组合内容 若组合内包含风险较高的资产 例如中国平安02318持有华夏幸福 那样的话 股值可说是平得有道理 公司的进入 中文字幕有先阅读 您可以打开 并且感谢您的资产 请继续 继续 请继续